因为我们最终要通过这个分析要得出一个 实际上是要找到一个公式来描述这个总共给曲线 所以最后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公式 看这个式子 这些符号都比较麻烦 就看这个 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 我们知道现在影响总共给的因素主要是有价格水平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有一个预期价格 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因素都在影响共给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分析当中 我们假定预期价格不变 来看实际价格对产出的影响 这个就是共给曲线反应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刚才的讨论 一个数学表示 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也需要考虑预期价格变动 怎么样影响总共给 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 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三种理论当中 我们也可以讨论这种影响 对吧 就是说当实际价格我假定不变 如果我去改变预期价格 我也可以得到一些相类似的结论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 比原来我们讲的任何情况都要复杂的一个式子 就是说这个式子不仅考虑实际价格对共给的影响 这个是总共给曲线要反应的事实 同时呢也要考虑预期价格的影响 所以我们最终得到的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已经是在同时考虑实际和预期价格影响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最简单的式子 所以产出取决于 首先有一个yn 这个yn是一个自然产量率 那么根据我们的定义 自然产量率就是当预期和实际价格相等的时候产量 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是符合这一点 所以当p和p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y等于yn 这个yn就是自然产量率 所以啊这就反映了这个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如果你没有预期的实际价格之差 你的产量会是一个给定的产量 这个产量跟实际价格在哪没有关系 这个很重要对吧 我的实际价格可以不断的变 但是我只要认定实际和预期价格相等 我的产量实际上跟价格曲名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y永远等于yn 如果p等于pe的话 然后这个式子还告诉我们 如果pe不变 甲电pe是固定的 这个我们刚才的分析是相联系 pe固定意味着年性工资年性价格 错觉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价格上升呢 产量就会上升 这个就是总共给曲线 向上倾斜 就反映在这儿 这是第二个 所以它反映了这样两个事实 那么还有一个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这个pe 当预期价格上升的时候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产出会下降 当预期价格上升的时候产出会下降 这一点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解释 但是像这一点要理解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前面刚才这个表格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表格就要重新想一下 我们没有重新化 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啰嗦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成这一列不变 就实际价格不变 你想办法去改变预期价格 那么我们根据这三个理论 同样可以得出 比如说预期价格上升 会导致实际产量下降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假定实际价格不变 预期价格上升 我们要证明这个时候实际产出会下降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的实际价格不变 就意味着你的产品价格不变 在年性工资里面下面 而预期价格上升 意味着你把工资调高了 你可能因为某种错觉 你以为会发生通货膨胀 所以你就把工资调高了 而实际上没发生通货膨胀 所以说出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 你的工资就实际工资就高了 你把工资调高了 实际价格没变 你等于给工人支付了更高的工资 对吧 所以这时候产出就会下降 这很简单 所以预期价格变动 实际价格变动 实际上正好是一个 一个可以相互相反 起到完全相反作用的因素 对吧 实际价格上升 就使得工资低了 如果预期价格上升 就使得工资偏高了 所以他们的正好作用的方向 是相反的 底下的两个情况 也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你的实际价格不变 你的产品价格就没有变 而这时候你的预期价格上升 就意味着你的错觉 使得你认为你其他产品价格增加了 所以你供给价格没变 你认为其他产品价格增加 正好是 你就会是降低产出 所以预期和实际价格的变动 看起来就像是 正好是一个相反数的关系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个 年薪价格也是类似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回去想一想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得非常有道理了 就是说 实际和预期价格的影响 无非就是相反的 所以它们正好是减 P减PE 产生 除此之外 它们的影响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因为它们正好是 无非是相反 所以就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式子在我们下面的分析当中 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前面所有的讨论当中 都只有图形 没有公式 即便是供求曲线 我们都基本上 除非个别所谓题 为了考大家怎么算以外 我们都没有必要真正的引入一个公式 但是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引入一个公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考虑的不仅是两个变量 你现在要至少考虑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 对吧 产量 预期价格和实际价格 当你要考虑三个变量的关系的时候 你用一个公式 用图曲线就无法涵盖 这个 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除非你画一个立体的图 因为是三维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公式在这儿变得就是必要的 没有这个公式 光化图无法准确的理解 总共给曲线的重要的性质 当然这里边仍然忽略了其他因素 比如说什么因素会影响YN 在这儿没有明确的讲 其实还有任何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YN 这些因素跟我们原来的分析一样 我们把它 只是在图形上移动来反映 但是这个PE和PE这个预期和实际价格 由于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这个式子只跟PE有关系 跟PE没有关系 这样我们就忽略 也是可以的 我们写一个Y等于PE的关系 是把这个PE看成其他因素 但实际上这样就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对我们后面的分析就很不利 所以这样呢 我们仍然把这个PE显性的表示出来 我们把这个总共位当中 就是有PE这一点 明确的表示出来 这样对我们后面的分析 就会非常有帮助 好 所以我们的原则仍然是简单 对吧 精确原理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任何东西都要 能简单的绝对不能复杂 这也是科学的基本的想法 任何科学的定理和原理 都是尽可能简单 但是在你没有办法 简单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 更多因素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些复杂的处理 好 所以有些可能不相信 这个很复杂 但是你马上看图形 就会看到 这个式子会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 好 所以总共位取元为什么会移动 至少有两类因素 第一个就是PE的变动 对吧 在总共位取元上 PE本身会引起它的移动 因为总共位取元 PE的变动也会带来 给定价格下产量的变动 所以这是一类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YN 对吧 可能会发生变动 所以无非这两个因素 当然你这个A也可以变 有个同学比较较劲 你说这个A也可以变 这个小A在这会不会变呢 有可能 对吧 就是说人们对价格反映的程度 会发生变动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暂时 不考虑这个A的变动的影响 所以就有两类 预期价格PE的变动 和自然产能率YN的变动 都会引起总共位取元移动 现在来看第一类因素 预期价格水平的影响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当预期价格水平上升的时候 会减少总共给 对吧 引起总共位取元向左移动 这个在年性工资上 就对应着你事先制定的一个 偏高的工资水平 这样企业成本就偏高 这样就会减少总共给 在给定价格水平下 相反当然会增加总共给 这个就 所以图形上怎么表示 这个地方当然你说 如果预期 会引起总共给左移 总共会减少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画出一条 更精确的表示的图现 就是当价格 如果从PE上升到PE撇的时候 总共会取元会怎么移动呢 我们可以准确的说 是向上移动 这个距离等于PE撇减PE 所以这个可以更精确的 做到这一点 这个从那个公式上也能看出来 那么这个图形上 我们也可以来理解为什么 我们随便取一个产量 我们要考察这两条曲线的关系 我们在原来的取元上 随便取一个产量 在Y等于YN的时候 那个公式就表明 这个时候的预期和实际价格 是相等的 所以回到那个公式 这个Y等于 所以这个地方 既然有公式 你就不得不用 因为图形上有些东西 看不出来对吧 没有办法 你必须把公式写出来 所以当Y等于YN的时候 这条曲线上你取一点 这个曲线就相当于原来那条曲线 这个PE没有变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取一个Y等于YN这一点 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实际价格就对应预期价格 所以这个是从公式上看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你的预期价格变了 变成PE了 上升了 这个时候你要找一条新的曲线上的点 也不困难 你还是让Y等于YN 同样的一个 取一个产量的点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价格 就应该等于PE 因为这个时候预期价格上升 所以就画出了这两个点 对吧 这是Y等于YN的时候 原来的预期价格下 实际价格预期价格相等 等于这个点 新的这个Y等于YN下 还是实际价格预期价格相等 但是这个时候的 价格都上升了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价格 预期价格都上升了 这样的一个幅度 所以这样一个新的点呢 因为这个重座标永远是实际价格 所以这个点就应该是 对应着一个更高的实际价格 所以其他点也可以类似的分析 所有的点都是一样的分析 当预期价格上升都使得 总工业曲线向上移动 它的距离都等于 这个预期价格的上升的幅度 所以这是这个图形表示的含义 所以这个可能可以更精确的表示 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分析有帮助 这个直观上也可以理解 这个跟那个税收引起 那个总工业曲线向上移动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我如果想让Y等于YN 那么我就必须让实际价格 预期价格相等 那么在原来的实际和预期价格相等的时候 是一个更低的实际和预期价格 在新的预期价格下 我要让实际价格预期价格相等 就要取一个更高的实际价格 在这样一个点上 实际价格上升的幅度 正好就等于预期价格上升的幅度 所以这样就这两个点的关系 就是他们的差正好是等于预期价格的差 所以不管怎么解释 它会说明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移动短期 移动总供位曲线的一个原因素 就是这个PE的变动 会引起总供位曲线的移动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对于理解短期和长期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么宏观经济学强调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别 是什么呢 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短期和长期为什么有区别 就是因为预期价格有区别 这个理论上很简单对吧 你可以说短期和长期有很多区别 但是宏观经济学说这个区别很重要 这个区别可能引起你看到的不同的结果 所以预期对总供位曲线位置影响 在解释经济从短期到长期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以我们马上就会有短期和长期 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假设 从而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总供给的曲线 所以短期中我们假定P1不会变 这等于应用我们这个比较精彩分析 我们说短期当中 由于预期价格不变 你就得到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总供位曲线 由于这个P1不变 任何P的变动会引起Y的上升 这个就是总供位曲线的 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总供位曲线 关键是长期当中 长期当中我们假定预期和实际价格会相等 这个原因是人们的 比如说年薪工资 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物价水平持续每年都涨2% 是一个长期的物价的上涨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即便在今年我没有把工资涨2% 我在明年可能涨2% 所以当实际和预期在长期当中来考虑的时候 他们永远会提供相等 工人会说物价总是涨2% 我们要求工资也最终涨2% 错觉理论也是说 我这个错觉会短期我有错觉 长期我没有错觉 我发现这些物价老在涨 然后我就会仔细的去看那些 我没有原来忽略的价格 我就会让他们知道 我就会知道他们也跟实际价格最终是 这个错觉最终会消失 预期和实际会相等 年性价格也是对吧 菜单成本最终会调整到和实际物价水平相温和 所以长期当中我们有理由认为 实际和预期价格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偏差 对吧 他们总是会趋于相等 所以在这个假设下 如果你认为P和P在长期相等 那么你就得到了一条 所谓垂直的总工资曲线 所以Y就永远等于YN 只要我们认定是长期 只要我们认为实际和预期价格相等 那么最终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 确定的产量 就是Y等于YN 它的实际价格没有关系 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那么我们的教材上就有了一个 长期和短期共资曲线的区别 所以我讲到这的时候 跟书上的又是一样的 前面你都会觉得 我好像没让书上的讲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就在于预期 有了预期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的预期做出不同的假设 我们就得到不同的曲线 我们认为预期不变 我们就得到所谓的短期总共资曲线 我可以不用这个概念 我就是说是一个预期不变的总共资曲线 书上把它称为短期总共资曲线 我也可以得到一个 所谓的长期总共资曲线 我只需要假设预期和实际价格相等 所以这个在短期和长期分别来说 都是比较合理的假设 所以就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书上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讨论一下 我们得到了这个 看起来是新的东西 实际上无非就是要让实际和预期价格相等 这样得到的一个曲线 它可以看成是古典理论的表示 古典理论其实就是认定 扩比中性或者说是古典二分法 长期当中实际的产量不应该因价格水平而变动 为什么呢 长期理论是说这里面有其他因素 都很重要 这个资本的数量劳动的数量 但是唯独这个价格不应该影响产量 所以我们这个符合长期理论 只要认定实际和预期价格相等 所以价格水平在长期中不影响这些变量 好 我觉得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经济学它的一些美妙之处 它弄一个东西进来 它能够让看起来非常不同的理论协调 它就整一个预期进来 它可以告诉你说 你看短期这个供费权就可以是倾斜的 预期不变嘛 这个价格上升 供费可以增加 然后它说 你说长期它为什么价格又不影响产量呢 你可能会说你编一百个理论来解释 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很别扭 经济学给你弄一个东西就解释了 整个预期 然后说这个预期和实际一相等 这个时候供费取权就是垂直 对吧 基本上有种四两波千斤的感觉 对吧 就这么一个预期进来 好像能把什么你原来觉得很疑惑的东西 都给你搞定 对吧 所以这个还确实是一个很美大的东西 就是说 简单的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以为短期和长期 这个理论差别无穷大 对吧 这个 但实际上差别就只有一个理论 说说透了 就只有这个东西 在这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长期总共的也叫垂直曲线 所以现在你可以理解为 这无非就是在说 预期和实际价格相等的时候的总共 垂直的 垂直于自然产量率 这都是前面都可以 那个公式都包含 所以价格水平变量不引起 长期当中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 因为在长期当中价格水平变了 预期价格水平会同时变 发生相同的变化 这样最终会使得产量不会发生变动 这些都是 这个我们刚刚就讲了 也可以称为叫潜在产 如果充分就业产 这都是一些概念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所有的这些分析 可以归为预期价格变动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说 按书上的理解 我们有两条总共的也曲线 长期和短期 实际上我们说 没有必要说有两条总共的也曲线 我们给出一条总共的也曲线 那个公式 Y等于Y1加A乘以P减PE 然后我们说你这个预期价格变 你想要得两种总共的也曲线 可以 我就让你这个预期价格发生不同的变动 固定预期价格得到一个短期总共的也 让预期价格和产量和实际价格相等 得到长期总共的也 所以所有这些分析都可以归到 预期价格变动这个上面来 把它看成是预期价格变动的一个应用 应用的来得到两种不同的总共的也曲线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分析的框架 这样理论上也是统一的 没有什么需要两个不同的曲线的这样一种理论 那么下面呢就是讨论第二个影响 所以这节奏的关键就是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反复去理解就完事了 所以先是你改变这个东西 你会引起总共的曲线移动 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总共的曲线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改变这个 这个yn的影响 所以很简单 这公式告诉你 如果你改变y 你的短期和长期总共的曲线都会移动 所以短期总共的曲线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式子 你可以说我要把它写成短期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写成y等于yn加上a乘以 p-p1加一个横线 无非说你要让它不动 其实不加横线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不动 但是你非要说 你无法把它理解成短期 你就说这个p我让它不动 这是短期 所以这个时候yn动了 这个短期的会跟着动 然后你可以把它写成长期的 这个是短期的 这个是short run short run 这个是long run的话 你写成长期的的话 y等于yn 对吧 这就完事儿 这式子就是长期的 因为这个时候p等于p就没有了 所以很明显 当你yn变的时候 短期的变 长期的也会变 而且它们移动的幅度是一样的 对吧 假定ynyn都增加一个单位 那么这两条线都会又一个单位 所以很简单 这个事情用公式来看 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当然这个什么东西会影响y呢 就是什么资本变动 这个什么人力资本变动 什么自然失业率会不会变呢 这些意思 所有的y的影响都可以归到古典理论当中的生产函数 都可以来考虑 所以有四种情况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一个一个仔细的去解释了 劳动变动 比如说移民资本的移动 增加储蓄率啊等等 自然资源移动突然发现一个油田等等 技术进步 这都很好理解 所以总工质曲线的移动 自然产量率变动 首先长期总工质移动 对吧 这个y等于增加了什么 那么y就长期移动 短期呢 同样幅度的移动 对吧 这个公式很明显的表示这一点 所以任何自然率的产量率的变动 会使得短期和长期总工质移动 发生同样幅度的移动 好 其他条件不变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啊 这个在书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固形 要当心一点 对吧 所以 好 这个地方讲到这儿 这个东西就讲完了 就是总需求总工质理论 总需求在我们这儿 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对吧 我们给出三个理由啊 但是没有准确的像这样 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那总工质理论呢 我们说 我们也有三个理论 但是最终的很重要 这个式子非常重要 对吧 我们这个式子告诉你 预期价格变 总工质移怎么变 这个YM变 总工质移怎么变 而且我们还 有一个复杂的东西 我们弄出了两条总工质曲线 非就是为了反映预期价格的 不同的影响 这时候再把自然产量率的变动 加进去 这样就弄出来 很复杂的一大堆东西 所以 这个要特别当心 总工质取权 在这一节课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也可以搞得很复杂的 好 我们今天又先讲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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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